就是说你千万注意会容易出错是应该是这个地方 它规则一定是外面双引号 里面大瓜糊 再里面是Process 这个可能差一个字都不行 然后另外最容易犯错是这个CSS的目录 这个指的是这边有一个CSS 这个要Match 另外这个斜线 你不能打成这样斜线 这个是反斜线 上面是反斜线 下面是正斜线 分得出来吧 因为我发现同学这个方向不一样 结果一定也是不一样 其他大概就是再加一个图 图本来就不用动 span部分加一下 名称这个如果有 那就OK了 这个点标题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找到了 它就帮你格式化 大概就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我们就要 它就把前面的东西 就是再来就是我们把那个 之前上学期的那个python上到的部分 再把它做个变化 就是说上个学期讲的东西 它run呢 只能run在哪里呢 run在下方的科色 输入的话呢 是从哪边输入呢 是从input的输入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它只能在那个eclips里面跑 但现在我们是让它跳出来 跳到哪里 跳到网页上 也就输入是在网页上 输出也在网页上 这样的好处就是以前 只能在自己玩而已 那这学期是跟别人可以玩 比如说之前我们有写过那个什么 MANCE CAI嘛 就是它会自动跳出一个什么 跳出这是几月的英文 然后请你输入几月 以前呢只能自己玩 因为eclips里面总不能说 这东西你要怎么给别人 你要再打包 现在不用 你如果把它放Jungle上 就跳在网页上 网页就跳一个 就随机产生一个英文 其实也可以把它改全名音简之类的 之前也讲过 在我们那个APP客也有讲的 反正就类似的 只是说放在上面 然后让使用者填 所以你可以有个互动 那互动呢要怎么互动 所以我们会把上学期写过的东西 大概因为有些同学 可能有听 就是上学期有上课的同学 还有没有上课 不管了 反正我有上过课我会复习 因为我发现上过课不见得 真的都 有些可能都忘了吧 像教理重新写这一段 多重判断那个年龄 请你写出一个程式 需求是 请输入年龄 如果他是未满18岁 你就跳未成年 如果他是18到30岁 就是青年 31到65是壮年 然后呢反制就老年 那程式怎么写 请你把它写出来 第一步 这个只有在 Python里面 还没有到Jungle 第二步呢 请你把这个程式变成Jungle OK 大概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所以上学期很多的范例 我们都有个目标 全部把它改成Jungle 所以上学期做的 全部都可以把它变Jungle 那就很多了 OK 是一个方向 但我们不可能每一题都讲 如果没有讲到的 你自己要去变化 OK 太多东西可以做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 从小框框里面跳到外面的世界 就是 再来呢 如果你自己有Server 所以有同学 就真的去买一个NAS 而且 他经常问我 买哪一台MIDA 那我是推荐说 你刚开始可以 其实可以不用买那么 那么顶级的 他这一次居然买一个最顶级的 直接就到顶了 我想说到顶了 那应该 他可能目标 比较远大 可能想说 直接就买到顶了 然后也真的想要 不过说这样 工具 一定要拿来用 不然的话 买一个到顶的东西 就浪费掉了 对就浪费掉了 所以要不就是 你们也可以跟他一起 他已经花了这个钱 对 而且他也可以 算是有花了这个费用 之后也许有一些心得 或者像树莓派 像Arduino 这些东西 都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就是先 把刚刚部分完成 第二步的话 再把这个程式码 直接 那怎么 变成Python 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Python的话 特别注意 就跟我们之前的专案不一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新建一个什么 我们就不要先用Djungle 我们也许先把上学期的东西 先回锅 重点回顾一下 然后再想 怎么样把它转成 在Djungle里面应用 所以一 请各位如果是Python 专案比较简单 一 先New一个什么 其实在这里有找 因为我刚刚可能 Other 然后找什么 这个PyDiff 那我们之前这个 这边 我们建了一个 那里面的话 我们是Djungle 不过先不用Djungle 我们先简单一点 请你先用什么呢 这个 PyDiff的project 最基本的 PyDiff的project 然后下一步 这个名称的话 我们上学就是TES 或许你可以用TES 假设 我们一个测试用的 就是复习上个学期的 然后直接Finish就可以了 另外它会自动 帮我建一个Source 的套件 所以直接Finish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Package 专案名称叫TES 它的套件名称叫Source 请你在上面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 新的Python的程式的话 其他单位就模组 请你在上面按右键 新增一个什么 Module 上学期都讲到 如果你上学期没有跟到的 或者是上学期你以前 忘了差不多的话 可能这部分做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要练习什么 练习刚刚的 逻辑判断的话 按右键 在这个Package里面 New一个Module 它会问你说 你要放在哪一个Package 我就放在 理论上应该是直接 就是这个 就是放在它里面 然后名称的话叫什么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选 然后Name的话 也许我们叫什么 判断的话叫If 用逻辑 逻辑 逻辑判断什么呢 年龄的话也许H 底线H 然后Finish一下 OK 那这里的话当然OK 它里面会预先 先放一些东西 那我们主要是 要把刚刚看到的东西 把它做过 所以我先用这个demo给各位看 Ctrl-C一下 直接在这边Ctrl-V 那你可以看到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RUN RUN它 它会自动出现什么呢 请输入年龄 那我输入15岁 Enter 它会跳出什么 未成年 有没有 那一样 在执行 你可以利用这个逻辑 80岁 Enter 老年 OK 那主要是了解这个 那怎么样把这样一个东西 转换到我们的Jungle里面 这边有几个重点 大家说明一下 一 这个Edge是一个变数 那在Python里面呢 不需要宣告任何变数 你要产生一个变数 是当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它就决定它里面要放什么 而且放哪一种资料形态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 本来 我们如果要输入资料的话呢 是用input 这个方法 它会跳出什么 请输入什么 那你输入完之后 它会帮你接到 可是问题接到的时候 它这个80 假设我输入80 它会输入到它里面的资料 会是这样子 前后双引号 因为input 放进来的东西 只会是一个文字 那问题来了 你这边放个文字 对不对 它是放80好了 80的文字 它跟那个什么呢 跟这个80哦 是不相等的 而且前面是文字 后面是数 没有办法比较啊 所以你一定要多做一件事情 否则会出错 你看我这边直接执行 假如没有加int 80 Enter 它会出现错误了 而且它会告诉你错在哪里 底下的话呢 它会跟你讲说 啊 Type Type是什么 资料形态 L是错误 它说呢 比较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帮你 把那个什么呢 between String 跟int 两个我没办法 你如果是给我个字串 我没办法帮你比较 所以怎么办 请你在这边加int 前刮弧 后刮弧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原来的80 自串 变成80的数字 这样的话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 那if 如果是一重是if 两重是else if 后面记得一定要加冒号 输出结果 那如果有多重的话 就是加一个else if 再判断 再else if 再判断 应该没问题吧 那上学期都有讲 所以最好 你跑完之后 belittle 自己打吧 ok 应该没问题啦 你也可以换个逻辑 没关系 性别也可以啦 或者是身高体重 你身高多少是高个子 多少到多少标准 多少到你是矮冬瓜 等等之类啦 反正可以自己再换一个逻辑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是把上学期的逻辑部分 做一个重点回顾 因为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以后呢 如果你在jungle里面 要做一些逻辑判断 你一定要熟悉这个逻辑 如果你对这个逻辑不熟悉 以后人家给你资料 你要给他什么东西 没办法判断 那就麻烦了 所以第一个 在上学期最重要 逻辑 第二个是回圈 回圈的话有for回圈 跟while回圈 这个以后如果你要重复做什么的话 也要喔 所以逻辑回圈叙述 这两个是程式里面最重要的点 所以如果你这两个 不能熟悉善用的话 以后要写复杂一点的应用 或者是跟资料库做处理的话 那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了 因为很多人有发现 其实是懂 但是程式写不出来 因为一些基本的逻辑叙述 就是会产生错误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一 先在那个专案里面 再新增一个 python的专案 二的话 在里面 按右键 产生一个module 那module名称 我把它取名叫if的edge OK 试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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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